同年是在七十年代初度过的 那个时候小儿书是他唯一能够接触到的通俗读物 记得当时供销社来了一本样板戏连环画海港 父亲当时不准备给他买 他使尽了一切无赖的手段 终于得到了那本小儿书 小儿书风行了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 三国演绎水浒西游记 岳飞传杨家将白蛇传红楼梦等等这一系列的故事 也让孩子们如吃如醉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了彩色小儿书了 网友阿维还记得他在1985年看到新华书店 到了一本少有的彩色小儿书 聊斋故事晚霞里面的画印也是彩色的 一点没犹豫就把攒下来的两毛零花钱都拿出来 买了这本小儿书了 两毛钱当时可以看将近二十本小儿书 现在孩子们都在收藏变形金刚 汽车模型 八笔娃娃等等很多动画片呢 也会勾起我们当时的回忆 我们来看几个当年非常流行的动画片 五十年代的动画片的代表作叫神笔马良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当时许多孩子都希望能够像神笔马良一样 得到一支神笔 想要什么就画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六十年代是中国动画片创作的巅峰时期 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片当中经典的经典了 到现在仍然是很多人心中无法超越的典型形象 其他的优秀作品 还有齐白石先生作画的小蝌蚪找妈妈等等等等 八十年代是中国动画片创作的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时期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黑猫警长 葫芦兄弟等等 都是八十年代的代表作 其中有一个动画片不得不提 就是舒克和贝塔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开篇的一句话 叫舒克舒克 我是飞行员舒克 贝塔贝塔 我是坦克手贝塔 这个动画片呢 也是郑渊杰的一个成名作 改变了很多人当时对老鼠的看法 特别是其中的贝塔用花生米当大炮 特经典 当时很多孩子都希望家里有两只 像舒克和贝塔一样的老鼠 说起动画片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那就是蜡笔小新的作者 旧警夷人 他在十一号的时候 在登山的途中失踪了 日本警方在二十号确认 旧警夷人已经遇难了 蜡笔小新是九龄后孩子 和童心未敏的成年人 都非常喜欢的作品 我叫野原住新之助 今年五岁 这是蜡笔小新非常标准的一个自我介绍 已经深入到喜爱他的人们的心中了 可惜从此蜡笔小新的形象 只能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六十年记忆的这些片段 如果对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长历程 如果您有切身感受的话 可以登陆腾讯网 新浪网等等网站 给我们留言 您的留言很可能会在中国新闻 五间媒体板块里播出 期待着您的参与 好 时间交还给孟童 好的 谢谢靳强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 每当看到六十年记忆的时候 心中总会有一份感慨和感动 毕竟唤起了我们那么多童年的记忆 童年的回忆 好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网友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 观众朋友稍后 我们将向您报道 港澳方面的消息 待会见